大家好,上期视频我在中老年医疗保健栏目里分享到我逆转骨质疏松的过程 我谈到,负重运动对逆转骨质疏松起着关键的作用 而且负重运动要持之以恒 有不少朋友想知道我具体做了些什么运动 我所做的各种负重运动先后在短视频栏目里分享过 下面我将这些视频综合起来分享 我的这些运动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设置的 具体是Physical Therapist,物理治疗师和Physiatrist,康护科医生 这些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适合于中老年 第二,着重于对抗骨质疏松 所以负重的重量主要落在躯干宽部和骨骨部 第三,是加强日常生活功能 比如说行走上下台阶和起身坐下等等 第四,是改善平衡功能 以防摔跤引起的骨折 第五,运动简单、灵活、有效 所需要的器件是哑铃 可以在室内或室外进行 所需的重量可轻可重 根据自己身体条件的需要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要注意安全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如果有相关的病症 建议先咨询有关的医务人员 那我们就开始吧 负重快走 首先快走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 它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再就是能帮助控制体重 当我们加上哑铃的时候 又增加了更多的好处 别看这小小的哑铃 它可以帮助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 平常我们走路的时候 很少运动到我们上身的肌肉 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哑铃 和一些简单的动作 就能同时的锻炼到我们上身的肌肉 比如说手臂的弯曲 还有手臂前后的摆动 再加上上下主动 这都可以帮助我们 观念我们的肩膀手臂和背部 再加上我们的宽部腿部膝盖 除了负担我们的本身体重外 还加上哑铃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强健我们的骨骼 防止骨质疏松 户外活动可以愉悦心情 吸收更多的大自然的新鲜氧气 还有太阳光的照射 帮我们转换更多的维生素D 好处那么多 让我们一起来运动吧 负重快走还能促进平衡和协调 尤其是在不平的自然地面上行走 每日五分钟简易高效的肩膝强骨运动 第一节 右腿垂直上下台阶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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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十 第二节 左腿垂直上下台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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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三节 右腿横向上下台阶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四节 左腿横向上下台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第五节 深蹲 一 一 二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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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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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八 十 八 四 六 八 五 六 六 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骨关节肌肉会慢慢的退化 为了减慢醉的退化 加强骨关节的功能 我们平常也要做一些平衡功能的训练 在做平衡功能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环境的安全 比如说旁边要有一些椅子 桌子或者是栏杆必要的时候 可以扶住以免摔跤 做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第一个动作是踮起脚尖 一 二 三 重心移到脚跟 一 二 三 右腿向后抬起 一 二 三 三 右腿向上抬起 一 二 三 右腿侧向抬起 一 二 三 三 左腿向后抬起 一 二 三 三 左腿向前抬起 一 一 二 三 三 左腿侧向向前抬起 一 二 三 三 这套训练 这套训练就包括这么八个动作 每个动作呢 希望能重复五到八次 做的时候呢 要慢一些 因为这是肌肉力量和耐力的训练 希望我们大家能抽时间做起来 锻炼我们的平衡功能 以防摔跤 三 三 三 四 我 四 六 六 二 三 六 三 二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